6月5日,世界环境日,国家林业局东北虎报监测研究中心和北京市办大学虎虎报研究小组,发布了一项重要科学发现。 根据长期监测,在滋武林森林区,确认中国陕西省和陕西省太行林区,有华北报的野生种群。 其中,延安滋武林林区华北报林野生种群,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 北京市办大学副教授,国家林业局草地局东北虎报监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市办大学副教授冯立民研究组组组长,副主任,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发现。 他还表示,发现华北报表明当地的生态,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至少28,冯立民说,过去一年,在延安滋武林区区的八百平方公里监测区,拍摄了华北报至少28人。 研究结果表明,这是中国报的最高地区,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虎报监测研究中心发布的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北方的报则在干燥的树林里,有白天和夜晚的图像。 华北报仍然留在镜头前,在黑暗的夜晚,双眼都有强烈的反射。 紫武林被与延安以南的府先线,200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紫武林在沟河里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成为独特的存在,它是黄土高原上最大、最繁荣的刺生林。 华北报是国家一级种别保护野生动物,它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九个报亚种中唯一的中国报亚种,它也被称为中国报,目前是华北地区森林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首要种类,因为棕刻色的头发被黑色的环形翻点覆盖,翻点为圆形或椭圆形的美化形状,能骨钱币,所以当地人称它为宝。 冯立明说,中国社报领域的科学研究很少,根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结果,全球人口和豹子的分布呈现几据下降趋势。 在许多历史地区,报七七地科种群消失到90%甚至消失,豹子的全球保护状况非常严重。 在过去的20年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猫科专家小组试图获得有关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豹子保护状况的信息,并依在寻求获取北方和中国豹子种群的实地信息。 中国报的分布信息仍然是恐怕,只能根据少数专家的经验,推断该物种的便利等级。 这些显示了或许有关华北,乃至中国所有报种群的基本科学信息的紧迫性。 北京市办大学虎豹研究队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生态系统的顶级食肉动物,尤其是大型猫科动物的保护,该团队启动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豹人口调查与贫富工作计划。 这种大型灰心对中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一旦消失了,现在它已经更多了,监控摄像机不获得华北报的原野图像。 2011年,冯立明首先到山西考察,为后续调查做准备。 2012年,他带领志愿者队伍在北京不到20公里的,特别小舞台山拍摄华北报的照片。 2013年,在山西静中太豪邻区,建立了第一个系统开发的红外摄像机监控网络。 2014年,带领团队考察云南南几河,西川半纳等地区。 2016年,在陕西省林夜厅的支持下,他的团队与延安眠夜局野生动物保护站, 慈五岭国家及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黄龙山国家及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部门, 联合组建了联合调查族,并开始在陕西黄龙山和慈五岭发设红外相机监测网络系统调查。 监控,2016年,北市大研究团队在延安市直辖四大邻区之一的乔山邻区大厂临场设立了监测检。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农民就报告说,他们在森林里发现了猫的痕迹。 森五岭野生动物保护区玉树庄自然保护站负责人往亚洲说, 他们之前曾拍过野生网,今年来独此被拍照。 他说,他们驻守的工作人员,在2010年之前,遇到了该地区暴磁的脚印和粪便。 2010年3月,在该地区刚安装了一台红外射线机后, 探设了野生包子的照片。 去年6月他考察森林时,还看到了云林水库山上的豹子, 并在一缕年后逃跑。 大雨银场负责人孙永利也亲眼目睹了华北豹的出现。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调查过程中遇到过两只豹子, 这是一个闪光,当他回答时,他没有任何效果。 他没有拿相机,他说华北豹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危险。 他们看到人们会避免,北京师办大学的研究人员告诉孙永利说, 只要他们不直接面对他们,并且不会阻挡他们的道路, 他们就会遇到不会伤害人的大型野兽。 孙永利也向士林业局汇报了这一情况,再没有相关组织跟进。 到2016年,北师大虎豹研究小组开始监测。 监测工作需要科学研究人员和当地林业工作人员一起工作。 北师大队派出几名研究人员驻扎在塔固林场。 他们经常与森林防护人员一起上山,并根据他们预先设计的路线, 将红外摄像机放置在森林区域。 这项工作持续了近两个月,他们必须每月组织一次相机。 他们在两年前和之后整理了20次。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 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